今天在这个最后一场的讨论呢 我们其实要来跟大家谈这一本书 这本书叫做 其实名字蛮长的 和谐社会中国大数据下的 大数据监控下的美丽新世界 好那这本书其实的作者是一个 德国的朋友叫马凯 那这个翻译者是大家可能也比较认识的 一个在台湾驻得的记者 就是林玉丽先生 那跟大家邀请到的来宾 跟我们一起语谈的是 这本书的这个续的写作 中文续的写作 阿波来我们现场跟我们一起聊天 阿波你好 管老师好 各位同学吗 各位同学 各位现场的观众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大家好 之类的都可以 好那阿波其实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作家 我不知道这样子讲 你会不会觉得很接 但是我觉得 我其实蛮喜欢看你写的东西 特别是我常在很多的课程当中 或者是在很多演讲当中 谈到作为一个媒体工作者 他应该要有一些人类学的能力 或者他就应该是一个人类学家 某种程度的人类学家 我觉得做一个记者 这个不只是记者啦 做一个编剧 或者做一个传媒工作者都应该要具有这样的素养跟能力 那阿波是新闻系毕业的对吗 然后事实上也是读的是文化人 读的是人类学习研究所 对所以刚好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特质 我觉得就是一个能不能够写出好的作品 能不能够去深入的观察一个社会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 所以如果同学们或是如果我们线上的朋友对于成为一个媒体工作者 不管是什么样的媒体工作者有兴趣的话 我常说他绝对不会是一个学在什么新闻系广电系你就学得好的 因为通常我是觉得学得不太好 因为这些系所他们很多东西会是在可能很理论 好那今天大家讲的是这本书和谐社会 那看到这个封面就知道在谈中国嘛 然后这边可以看到中国常见的这种版画 还有这个红色的这个底色 那他背后体面也谈到中国这个部分 那我们知道这个阿波其实从20 从这个在2007年就曾经到中国去多次采访 待会请你来跟我分享一下 那你在采访的历程以及你在采访中的观察 不过我想一开始的时候还是请阿波先帮我们介绍这本书 以及作者为什么要写这一本书 大家好就是这本书是就是刚刚老师有介绍是马侃 就是一个南德日报的记者写的书 那我要先讲就是因为通常一本中文书的书名 都是因为符合市场就是和谐这件事和谐 这是台湾社会就对中国人使用网路 就是一个比较耳熟能详的协议词 所以取了这个书 可是他其实原书名是独裁统治的代表 就是主标是这个 那他的副标其实是中国如何建立数位监控国家 并挑战我们 从这个书名其实可以看到三个重点 就可以讲完这个书了 第一个重点就是独裁统治 就是什么是独裁统治 而且他用再造这个词 也就是说独裁统治他在被重新再一次的塑造 成为这个新时代的独裁统治方法 那这是什么 那方法是什么 就在他的副标出现了 就是建立一个数位监控的时代 国家 数位监控国家 大家知道就是以前独裁国家 会采用监控的技术 对的统治技术 可是现在因为数位科技的发展 所以他用数位监控这个方法 来做这件事情 就大家都最近就是耳熟能详的健康码 或是什么社会信用这种评比之类的 就是它是一个方法 第三个重点就是并挑战我们 我们是谁 当然不是台湾人 其实他要对话对象是西方 因为他有一个假设是 不是假设他就写在书里了 就是他有一个认知是 他发觉就是大家都在谈俄罗斯 就是大家对西方世界对俄罗斯比较熟 毕竟他是一个冷战体制下一个强国 就是美苏对垒 但大家其实并不知道中国是什么 一来就是中国已经有一个长时期的文革 就是一个封闭的状态 二来就是他一开放就是改革开放 那中国世界是一个对西方来说 比较陌生的世界 种种的限制让他们对中国这个一知半解 所以他们并不知道中国内部的所谓不民主 或他实际的状态到底是什么 所以马凯作为一个中国通宏 他为什么是个中国通 我等一下再介绍 所以中国通他想要去呈现 就是一个独裁国家的样貌 而且在新时代的独裁国家是长得什么样子 那他会这样讲是因为 其实西方也好或我们台湾人也好 甚至我我就是这样子 我一直会觉得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 资本开放会就是会去打掉 就改变中国 就改变共产主义那个思维结构 然后民主会战胜独裁 甚至网络的开放性 其实他会带来一些自由平等的状态 因为就网络无国界 所以他应该会让世界的就变平了 就稍微米平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差异 我本来也是这样想 西方人也是这样想 所以西方看到世界跟我看到的中国 其实是一样的 你会觉得就是开始大家开始使用网络 开始可以跟世界沟通 开始去跟世界对话走出世界 你会以为就是中国会从某个状态开始改变 但事实上马凯告诉我们的事 不是这样你们想错 他用实际的案例去讲 那个案例我们也非常熟悉 就是实际上来之后的所作所为 对所以他要说的是 俄罗斯也使用一套这样的技术 我们知道就是资讯战 中国也是使用一套技术 那中国跟俄罗斯用什么呢 他就用中国为例去讲 中国如何利用超越西方的方法 来去做数位监控 那因为他是一个德国人 所以大家知道就是德国比较亲中 那亲中是他们会去想象说 我只要用经济 我用经济合作的方法 就是跟你交朋友 有一天我会改变 或我们可以变成一个可以对话的伙伴 对这就是德国为什么亲中 可是在这前提之下 是他还怀抱着一个 中国可以被改变 可以变成一个联盟的希望 可是马凯作为一个德国人 他其实写这本书是要告诉大家说 那是不可怜 反而是你被他改变 你被他蒙骗了 对所以我觉得这本书 最初最初其实是这样讲 那我要回到马凯这个人 就是他为什么写这本书 就是我说他是一个中国通 那他中国通就是他早期就是在慕尼黑大学学汉学 后来又在西安跟台北 继续学汉学 所以他的汉学底子非常深厚 他看到了跟我们一样 以前学国文看到一样 就是古代封建时期的帝王统律师 长什么样子 秦始皇是怎么样子 然后他们如何去在封建时代独裁统治做什么 那现在的习近平呢 其实是走回原来的老路 他是要去说 他把古时候的那个方法 跟现在的方法 其实拿出法一起讲 然后去告诉你说 其实不管你时代怎么改变独裁者的本质 还是一样就是去说谎 通过说谎去展现他的权利 那他之所以会写这本书 我其实稍早有跟管老师讲过 可不是因为什么习近平上台 或是因为这个关系 而是因为川普当选 对他在川普当选的那一刹那 就是他再也睡不着 他非常非常焦虑 他觉得你怎么 美国人怎么可以让一个大骗子 就是创造假新闻 然后一天到晚说谎的人当总统呢 美国可是一个民主国家 而且他更严格是 为什么德国人现在才觉得 天哪原来川普是这样的人的那一种 他又觉得德国人怎么 就是不认识这个川普是怎么样的人了 所以他就觉得他有必要告诉大家说 在当代这个时代 独裁者还会重犯 而且独裁是以一个新的样貌出现 这大概就是这本书要讲 刚刚有特别谈到说 他就是一个独裁的重新开始 或者独裁的再造 所以在这本书里面 他事实上一直对照着中国的 秦国的那个阶段 那在秦国里面 他事实上大概有两个比较明显的例子 一个是谈赵高指路维 就是刚刚谈到的这个谎言 这件事情 就是所谓死皇帝之后的这个谎言 所以这谎言的过程当中 为什么这个谎言是可以让大家相信的 或是被相信 他事实上背后是一套的自理术 是一套的暴力的机制 所以这其实跟现在是很像的 就是说很多的谎言 背后是一套的这种暴力的机制 包括你可能无端的被消失 包括你可能会被失踪等等的 这样或者是你就是必须要被认罪 里面实际上有提到被认罪这件事情 所以这就是一个说谎 然后公然说谎 然后被迫说谎 那背后是一套的这种所谓的 这种所谓的暴力的控制的技术 另外一部分在里面出现最多的是商鞅 我稍微算了一下应该出现三次 商鞅里面他其实有一段 我其实也在我的脸书上面也提到 他说奠定中国统一基础 让秦始皇得以统治的大臣商鞅 在这个西元前400年前 已经将人口分组 每组分五到十户 然后人民相互监督 并向政府告密 如果有一个人犯错 所有人都要受罚 那他里面谈到一句话 我觉得很有趣 他说培养自我管制的新人类 让这些奴才自己监视自己 当时已是独裁者的梦想 我觉得这是一个 他在谈这本书里面 另外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 独裁者的在制 或是在进化就是监控 那这个监控的技术 跟过去的监控 必须用肉眼监控嘛 那或者说我们在看很多中国历史剧 他可能就会有一个 一个探子 然后再帮你画画画图 那个都太慢 然后也画得不够精确 可是现在只要是一个天眼 或是一个任何的一个 这种所谓的数位科技 他就可以做这种监控 然后也不需要人跟人了 那总之呢 这个还有人跟人的成分 就是除了技术 人跟人之间的不幸的 这待会我们会继续谈 这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的部分 所以稍微回应一下 阿波在谈说这本书 它的原来的这个标题 事实上应该是可以让我们更理解 这本书的宗旨 或者要谈的东西是什么 那我们知道在这个市面上面 其实有蛮多在谈中国的社会控制 或是监控的书 那这本书在谈中国的社会控制跟监控 跟其他在谈类似的书 类似组的书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其他的书 我印象中啦 我有点忘记了 对那印象中 跟这本书里面有部分章节 一样他可能去讲天王 就是他或者是我们知道 就是那个微信 怎么去或是怎么去审查 这我们都知道五毛党之类的 对这些都有 可是刚刚其实有讲说 因为他有他这个作者 特别不一样的是 他有很深厚的汉血力 所以他其实是把 中国力 就是他并没有告诉你说 这个习近平是突然蹦出来的 他其实告诉你说 包含他讲辱趣嘛 对就是他告诉你说 中国自古以来 其实就是这一套 就算你中共后来搞文革 要破四九 要打破封建社会 你还是在沿用过去的那一套 一直以来来维稳 对就是要确保这个稳定 政权稳定 就是他的那个方法 不离其中 那人民反抗的方法 或知识分子的反抗的方法 其实从古代到现在也一模一样 就是所以他其实是一个非常 对我来说 我觉得还蛮有历史众生的 第二是这个 这个作者是德国人 那大家知道德国曾经经过纳粹 就第三地步 然后后来又有东德 所以他其实有一种真正独裁道 就是让你去大屠杀去杀人 一直后来就是东德 大家知道的就是共产党集权 用西塔西来去就是密集接控 他有这个底子 所以他不断的提出汉纳厄兰这个人 这个哲学家来去告诉你说 那西方怎么去谈极权这件事情 他对极权的反省是什么 去讲谎言这个技术 西方也有 那他用西方哲学的方法来跟你讲 那监控他又告诉你 就是边境或缝扣的理论 他其实对我来说 这个作者蛮博学的 他如果你要看技术 实际上记者会写出来的东西 就是那种 事实性的东西他写给你 可是他也告诉你 就是里面有一些思辨的方法 或是历史的东西 他也带进来 这是我觉得就是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的确他其实不只是从中国的历史里面去截取 或是做某种的对照跟呼应 另外一部分刚刚谈到的这个Foucault 他谈到这个全景原型监狱等等的概念 或这种监控的概念 事实上也都是在这本书里 我觉得还蛮精彩的地方 就是就像阿波谈到 谈实物有实物 谈一些理论的诗变有理论诗变 谈历史的对照有历史的对照 我觉得这本书其实看起来 就是我们都觉得说他不是写得很深 可是各种不同的面向 或是各种不同的揭露的这种思考 在这本书你都可以有一些 一些这种涉略 或者是一些了解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谈 阿波自己在中国的一些采访经验 在我们知道你是一个资深的记者 在2007年开始就到中国 有几次的去做采访 那同时 其实你也因为自己的一些 这些著作或者是自己的采访 也到那边去做了田野 那我们知道2007年距离现在大概也都有十多年的时间 那个时候的中国社会跟现在 当然现在也许你已经没有办法去了 或是我们可能也不太想去那个地方 那这两个之间有什么不同呢 我刚刚跟 其实会吸引我去 2007年进入中国有很大原因 2008年是北京奥运 对 那为了要去完成北京奥运 这个就是炫耀国力的 前后 2007年其实做了非常多就是侵害人权的事 例如说拆迁 就是非常大就是把北京城的那个贫户啊 或是老房子就是拆迁 就是一些胡同就把他拆掉了 对 然后当然就是比较贫穷的人赶走 对 然后流浪狗扑杀 甚至不用流浪狗 家里养的狗也扑杀 然后抓了异议人士 就是他有一些极权的手段在当时发生 所以我那时候很想知道 在那个时候的中国怎么样 那大家知道就是你是因为这个问题 一直进去的 你当然看待中国的眼光就不会太有礼貌 就是你就会觉得天啊 就是怎么那么糟糕 可是呢2008年 他们要证明自己是强国 大家记得2008年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四川地震 对 那他为了证明是一个 就是已经进步文明的国家 在川阵五月发生的时候 他第一次让中央电视台 24小时直播 一场大灾 看解放军怎么去救人 然后文教堡怎么进去视察 他第一次开放了媒体 直接让你看我们怎么对付这场灾 第二是他让公民社会 这个四个字 在2008年出现 所以2008年 我跟管老师那时候都在推特 就是很活跃 我们其实还蛮走就在玩推特 对 那时候我们印象深刻的是我们疯狂的就是所有中国的异议人士 维权律师 那时候叫什么 忘了 这是自媒体的 自媒体 或者 博客 博客 对对对对 反正就是蜂拥而出 然后就认识了非常多人 你也知道就是很多人开始为了环保厦门的那个差别 那个团保运动开始在运作 对对我们的印象来说 2008年是变成一个非常开放且活跃 你在那边看到了一个希望的可能 我们不管北京奥运长怎样 对至少那个时候你开始发觉中国开始开大门 那那个时候我是还蛮兴奋的 因为我看到了一点希望 因为你知道世界各国都要进北京城 就是天子绞杀的时候 就是他也会改变北京人的一些看法 所以我那时候对这个国家抱持着一个 我很想知道他怎么变化 所以就变成我每一年 我就开始跑两岸了 然后开始去观察他有什么样变化 当然那时候是一边跑一边骂胡温政权 对你知道家也被抓就是放不出来 然后刘晓波被关在那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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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南方南方周末开天窗 就是以示抗议就是这些东西 就是在那时候非常精彩的发生 可是即使如此都还是会觉得 你好像站在一个历史的脸上 有可能看到他开放改变 这个作为一个记者是很兴奋的一个时刻 然后当时的中国大陆的记者也非常非常的兴奋 因为那时候什么三聚清安啊 什么什么都可以报财禁啊 对啊去讲雾霾都可以报 然后那时候跟中国的媒体人非常的好 就是一起就是非常频繁的互访 然后一起感觉要自己看到一个公民社会的行程 那你以为会改变 可是之后我就是离开两岸线 再次为了我自己的田野进中国的时候 那些媒体人全部都 那个是什么时候呢 我印象中中间因为川阵的关系有跑来跑去几次 那我要说的是最后就是让我觉得跌到谷底的 谷底大概是20152016差不多左右 对我去北京的唐山 唐山为了把大地震去采放 然后我那时候才一夕之间发觉 天哪我的记者朋友全部都跑走了 对 有的人去什么做新当 然后有的人开始去阿里巴巴 然后这些人还存着一个希望是 他们知道媒体被审查 因为那时候习近平上台的习近平在2012年上台 开始去喊中国梦 就是那个民族主义再回来 对那大家开始 而且那个审查的那个又更严格 哦又一个认识的做NGO的朋友被抓 然后我就问说为什么做NGO会被抓 就是理由是什么 他说不太清楚 可是他被抓的之前是去影印电影那个香港战中的资料 哦 嗯 嗯 只去硬的资料就消失了 嗯 对那那时候就是风声克力 然后很多朋友就是去开民宿的去开民宿 然后逃的逃 对然后就是得非常灰暗的时代 可是有些朋友不放弃 他还是在网路页 因为他们相信 因为网路你知道就是网害茫茫 就是不像报纸那么容易被抓 所以他们把网路看成希望 就是那我退守嘛 我从南方就是报业集团退到网路总科 嗯嗯 但现在他们就是全部都是不在了 嗯嗯 是没有办法在这一行做下去 阿波讲的这一段期间 其实我蛮推荐大家看一本书叫做在人民之间 他的副标题叫做业余十家 独立导演维权律师与部落客 重草跟崛起的力量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声音与行动 我们的翻译书的名字都超长的 对那这本书我前进在我的节目 参谈时候 赫克斯跟李志德 我没有谈过这一本书 我觉得这本书就是刚刚阿波讲的那个 其实非常辉煌的时代 或是偶尔偶一出现的那个辉煌的时代里面 包括一些这些民间的史学者 一些独立导演贾账克 这好像在这本书里面还是有提到 然后包括维权律师阿 普志强阿 腾彪等等人 还有刚刚谈到部落客 这些很多的部落客 他们其实因为新媒体出现 他们曾经也有很多的期待 我自己在2008年的时候 金奥 我其实是在那段时间 是不能够进入北京的 我是被限制入境 然后突然间2012年 我又可以进入北京 就是一个非常奇妙 然后在2012年 我去参加一个活动 我觉得我至今都很难忘 叫做舆论监督研讨会 那舆论监督研讨会里面 有非常多的一些意义性的学者 那或者是一些维权律师 或者是一些这种NGO的组织 然后他们都在谈一件事情 我怎么去监督我们的政府 这个就是刚刚阿波提到的是 哇 曾经在那个阶段里面 好像仿佛中国是这些民间的力量 其实是非常的蓬勃 而且它的确是可以产生某种的力量 例如说包括你刚刚谈到的这个川阵 川阵事实上看起来好像开放 然后让央视去做某种的直播 然后温家宝也去那边有被他批评像影帝 那可是其实我们也看到像艾晓明老师 他们其实拍了一些纪录片 也都是在谈这个川阵 或是一些相关的这种资讯被掩盖的这种 一种一种一种状态 所以我想这时候 我那时候觉得艾老师蛮猛的 哇 你都可以做这些东西 所以我想要请教阿波 就是说为什么在那个阶段里面 好像突然间这个东西它可以出现 那现在又消失了 这个当时的这个突然间出现是一种 什么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历史的moment 历史的时刻吗 那现在消失 因为习近平称帝之后 他更加紧说去控制吗 他这个转变的过程是什么呢 你自己的分析呢 其实看这本书 因为我不能说是中国专家 这本书其实有提到 就是邓小平那时候决定改革开放的时候 他们其实就决定把党政分开 那其实有因为市场为了要开放 所以政治必须要稍微 政治力不能够太深入人民的 就是反正不能够太介入人民之间 所以我其实访问过一些中国朋友 或港澳的朋友 他们其实都还蛮怀念 就是1989年前后 就是六四天安门前后的那个时间 他们觉得那才是中国的黄金时代 而不是我刚刚讲的那些 对那个时候才是真的百花齐放的一个时代 那反正姑且不论那个我没有经历过 我要讲的是我这个时代 我觉得大概胡文政权有某种程度 还是追寻着邓小平的路数 就是人民要富起来 就是要钱要进来 所以我才说金澳这件事情 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 因为他要打造一个就是繁荣的中国 那在这个过程中 你要去发展经济啊 或什么让自己证明自己国力强盛 某种程度 你就是在某些地方 你就要放松嘛 你不可能什么事情你都管 而且当时他们就是 我觉得啦 就是这本书也听到 就是依循着这个方向去走 可是习近平 我现在有点忘记 因为其实有很多书在讲习近平的决定 因为他就是一个共 就是真的纯共产党的那个家族 对所以他的脑袋里面 而且因为他好像又被劳改过 就是他脑袋里的那个东西 跟就是你群续渐进的那个接班 那个不一样 他其实有点夺权夺上来的 所以他想要去把 他想要把中国共产党的那一套 就是再带回来 所以这本书也提到就是他用 他称为数位列宁主义 就是他让这个整个中国社会 倒退回到1950年代 就是毛泽东那个时代 对就是让国族主义 就或是那个开始去影响他 而不是那种经济发展的路线 因为中国的钱已经该赚了 就已经在胡文时代一定 或邓小平时代已经赚了 那他现在是要证明我是一个强国 那可是他又对 因为他是夺权来的 所以他自己可能对他的权力 抵制就是不安稳 你知道没安全感的人 就会想要去收拾 想要加紧这个控制 所以这个控制力越强 他就反正他不安嘛 所以他就是去 很害怕就是他被推翻吧 或是人民反对他 所以那个控制的力量就加强了 刚好这个时候 我们那个时代 要说我们那个时代 我就说 对反正我们那个时候 了不起就是金盾 就是那个万里长城 就是让你 就是你要想办法 欲罢金盾啊 对对对 去看看外面世界长什么样子 那你搬个墙过 你就过了吧 对就是就是那样 他也没有办法真的实际控制 那就是了不起微博 就是一个发声台 对可是当你变成微信 或者是你要去把你的个资 或你所有一切 绑在网络技术的时候 等于是你把你的隐私 或个资全部交给 最近不是发生那个健保署的吧 就是这样 就是你要想想看 当你什么所有的一切 都被绑定在一个技术上 而你觉得很方便的时候 其实某种程度 就是你在让自己的权利被侵害 因为当一个公司 或者是一个国家 拥有你的所有个资 或隐私的时候 你要想想那是很可怕的 那中国 其实中国人 其实就是在一步一步的 就是把自己卖给了 这个技术 然后这个技术 就是臣服于国家 为国家所用 所以才变成说 去年不是地震吗 是传地震 不是有个小话 说就是你 当你被地震方式倒的时候 你一定要先找到你的手机 因为如果你没有找到你的手机 你无法证明你健康码是绿码 那个救援人员 连蛙都不要蛙 也救都不要救 对这就是一个很可悲的状态 就是变成他们笑谈了 可是在你没有那个危机的状态 你真的会觉得这一切都很方便 行动支付很方便 不够很方便 你所有一切都很方便 对那其实就是慢慢的在 让自己就是变成一个不管资本主义也好 或科技或国家也好 就是一个控制 所以我觉得习近平的这个实在刚好 一来他自己的野心 二来是外在环境 就是这个条件就是成就了他 所以本来大家都会觉得 中共一定拿那种科技没有办法 拿网络没有办法 所以他有一天会被迫跟网络妥协 没想到他比网络更厉害 他去发展了AI 然后他去利用了他 然后让他为自己所有 所以这就是现在中国的一个独裁的条件 这其实应该是说很多的另类的 或是异议的 或是所谓的小众的 或是新的媒体 那一开始他的确是可能会发挥一些影响力 这个影响力的发挥 有一个状况是因为他的影响力不大 或者是有一些状况是这些控制者 他对这个东西是不熟悉的 可是我们看到很多历史上面的经验就是 一旦他们对这些东西熟悉之后 他就会回过头来作为一种反重新的 一种监控的新的力量 这个在过去的包括像在台湾的地下电台也好 或所谓的第四台也好 就它会变成建制化 建制化之后这个国家就会开始进行各种控制的管制 然后他在技术的研发也会超越这个原来 这个野生的这种所谓的科技的这种模式 所以我自己一直对网路作为一种改变社会的力量 我不是完全不赞同 但是我在某种程度上面其实是又有一些保留的 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刚谈到在这本书里面 或是阿卉也谈到在很多的部分对网路的监控 包括所有的数位足迹 所有的这种隐私都被控制住 可是其实好像也会出现摆密有一书的时候 例如说李文亮的事件 李文亮的事件当中 他当然不是在一个公开的这种网站上面平台 去说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内容 或是谈到这个所谓的武汉肺炎 新冠肺炎的一些问题 而是他在自己的一个微信的群组当中 然后在这边只是提醒大家要注意 可是这个东西好像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突然间就要散出去了 然后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情 然后大家可能开始有一些警觉 那后来也出现了一种状况就是 你好像是在对做某种的造谣 或者是对某种对党的这种所谓的攻击 那最后你也要被约谈 你也要被这个限制住 可是社会舆论对于这个中国的做法又感到不满 所以李文亮好像又被平反了 这个其实有一些反反复复的过程 那这个是不是也意味着说 即使在这种所谓的高度的网路监控之下 这种所谓的网路 或者它仍然是存在了某种的破口或出口呢 我觉得这其实是不同层次的问题 就是李文亮首先在一个健康的社会 以台湾为例 那个我们那个副作叫什么名字啊 罗什么 反正那个罗女婿叫什么名字 罗一军在PDT上看到同样的警讯 他的方式是带出来 然后开始产生防疫政策 那李文亮的路径是相反嘛 他也同样发生 这个好像怪怪的应该他提出的警讯 可是被说是造谣 而且造谣方法就是他明明不是SARS 对就是所以你是谣言 对可是正常的国家应该会觉得 那我们是不是来研究一下 这东西到底是什么 但一个充满 这也是这本书里面讲 他说一个都是谎言的国家 或是独裁国家 他其实失去了自我纠正的机制 所以刚刚有一个人提出预警的时候 大家防卫心就会起来了 就会觉得 你不要讲谎话 或是你不要吓人 你这是错的 你是不是在散发谣言 所以是压制了这个预警的人 所以大家 不管是大家要散播的时候 就开始去狂删李文亮的警告 然后去说没有这件事情 那大家知道后来一发不可收拾的时候 李文亮才被平反 可是他被平反这件事情 跟武汉或是这个国家 如何去应对传染病这件事情 又是两核心 我今天的平反方式是 我把李文亮藏在烈士什么什么那个地方 然后养你全家 跟我开始觉得 我做这件事情是错的 我以后应该要好好去面对这件事情 把李文亮的牺牲当一回事 这这样子对我来说 这个才叫做平反 因为我认错了 对但中共的方式不是认错 所以他其实这本书也有提到 所以我都一直用这本书 他提到他就是改变叙事方法 真正的平反是 我去承认这是个错误 我从这个中得到教训 所以我之后会怎么做 就是我 因为李文亮的预警是为了病人为了人民 所以我也应该要为了病人为了人民去做修正 但他的方法是去先抹除了李文亮的预警 而后把李文亮变成烈士 但他还是去否认自己曾经去打压 这个这件事情 甚至没有积极防疫 就是没有从这个错误中得到教训 所以对我来说 这不是真正的平反 所以你说有某种真相可以透过网路被散发出去 那是没错 那一定是有百密意识 可是那个传出去的 怎么去面对传出去这件事情 就决定了这个国家或这个政权怎么做事的方法 我还说的是说民主国家会把它当一回事 不民主国家就改变了这个传出去的这个真相 所以他就会把它扭曲 所以对我来说这个 是不是百密意书好像没有 就是就算他是百密意书 但他也没有改变它是自己的本质 我为什么会百密意书 事实上我先讲一个 在这个肺炎发生的时候 这COVID-19发生的时候 其实我曾经接到一个中国的学生传讯息给我 但是中国学生以前他在台湾读书 他是一个交换生 那刚好那时候发生反送中的运动 那我们在课堂上面自来我们就讲反送中运动 但是他对我谈反送中运动是非常不以为难的 就是说他会觉得说 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子 他们这些的民民就是所谓的暴乱分子 然后就是乱民 为什么你们要帮他说话 那我就跟他讲说我们看到的影片是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我们再来看到资讯是怎么怎么样 然后那个同学跟我说老师可是我看到资讯跟你不一样 就他看到的是完全是这些暴民去打警察 然后去破坏这个社会的秩序 那他为什么会看到这些东西 就是我觉得我那时候跟我们后来就讨论一下很有趣的 他说我就觉得说你人在台湾 但是你心在微博 就是你人在台湾 你所有的资讯还是看微博的资讯 所以你就会变成是 你在台湾看到的东西会跟你在中国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即使你人在台湾还是不会有一些新的事业 我那时候就在谈这件事情 然后那个学生在那一阵子他就突然间私讯我 那他就 我刚刚讲他对我谈这些东西比较不以外 可是他觉得说 他就跟我说 老师你文量会不会让我们 让我们改变的希望 有没有存在这种可能性 就是说这件事情可能是一个意外的发生 就是意外的发生只是在他们自己的微博的群组 在他们微信的群组里面在传 可是他变成是一出来之后 他让很多原本看不到资讯的人 他看到不一样的资讯 这个是让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现象 那待会儿也许 阿博会也许可以对这个事情来再谈的看法 那你刚刚谈到那个所谓的诠释这件事情 那我要讲一下这本书 这本书的第一章 它就叫文字 独裁者如何绑架我们的语言 那我小念一段我觉得很好玩 他说 独裁者想要创造真相的话呢 就必须占有语言的解释权 中国2013年起才真的有雾霾 在那之前数十年就只有雾 那中国没有镇压过百姓 而是要维稳以实现和谐社会的理想 所以你会看到没有镇压 我们是要维稳 我们是要去和谐社会 所以这就是一个诠释 所以他说我们没有异议分子 刘小波他不是异议分子 他就是一个罪犯 那这本书的第一章 他就非常非常有趣的在谈这件事情 就是你刚刚谈到的是 好既然发生了 那他其实就是你怎么去诠释他 你怎么去占有他的话语权 怎么去给他定义这件事情 可是我觉得从李文亮事件 我看到这两种东西 似乎好像都是同时存在的 对可是因为我觉得 对不起我讲 我就是喜欢把事情分离 没问题没问题 绝大多数的人 就是这里 同样是第一章也在讲洗脑 就是你要知道脑袋有认知系统 就是你要去接 就是同样一个讯息 过来你一个人看到是红色 一个看到是绿色 那你要有一个认知系统 是可以让你去辨识出 他到底真正颜色是什么 他是红色还是绿色 如果你被洗脑了 什么任何的光 就是什么那个色谱 在那个地方就是告诉你 只要你所看到的颜色 都是蓝色的时候 就算有一道红光进来 你也觉得他是蓝色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当他的schema 就是这个脑袋里面 认知系统 对他没有那个东西的话 你因为那个学生是你的学生 就是你有在刺激他在自己 可是当一般老百姓没有的时候 那有点可怕 因为我以前那个杨伟忠跟我讲 不是杨伟忠 反正有一个 呃有维吾尔族的还是什么 他告诉我说他青海人 他说他去新疆的某个学校 然后听到就是幼儿园的那个老师 教大家唱就是什么黑头发 黄皮肤就是 兜的传人 然后就就指着大家说 大家是不是中国人 大家就说对 可是大家知道维吾尔族明明是金头 无法闭眼 对就是你 在那个情况里 从小就告诉他说你是中国人 你有的黑头发跟 对就是一个 对就是这是一个紫路为马 直久的路就是马 没什么好讨论的 对对 所以我要说的是就是 当然会有一些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 或是他真的生活被压榨的话 他必须要反抗像这次的那个白痴革命 白痴革命 他必须抵沉 要反抗了他才会有那个 我要出来 不然大部分的人我好好过日 像我父母就是这样 就会好好过日子 你为什么要去讲那个呢 就是别人告诉你 政府告诉你什么就是什么 对啊 你干嘛要去反对他 或是要说那个不是 或是要去怀疑他 你人生中就是不可以出现任何一个问号 对的那样子的人的时候 这些李文漾这样的讯息 对他来说意义是什么呢 如果14亿人中不要说 我们只要比半就好了 7亿人是这样子 那有7亿人是 还是有长老太的 有那个被执这个认知系统的 对那你要想那这7 就7比7 1比1的这个 就是你要赌在哪一个希望的 我们到底是这波人会改变这波人 还是怎么样呢 这个对啊 我的问题一直是 好我们现在就开放现场的朋友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都很欢迎在我们旁边有留言栏 然后你可以直接在那边提出你的一些 不管是听完听到我们这一场的分享的一些想法 或者是你对我们提出来的东西有什么样的疑问 或者是你对这本书的一些看法 或是一些疑问都很欢迎你可以提出来 就在我们旁边的这个留言栏当中就很期待大家可以提问 然后我们再来做一些相关的讨论 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这样的这本书里面来继续谈 刚有谈到说14亿人当中 如果有7亿人是可能被洗脑惯了 然后有另外的7亿人可能还是有一点点希望 那到底是谁说服谁 我不知道也真的很多的革命不是都是从那个微小的力量才慢慢开始的吗 或者是说有些东西如果没有这些破口 或是没有这些可能性 那它会有往下走的可能性吗 就是说我例如说好了 例如说从这个马克思他们讲说 这个阿卓斯他们讲是某种的那种比较整体性的 那这个意识形态国家 其实就是整个笼罩就没有办法去突破 那这个说法我就觉得说 那葛兰西可能又讲的是另外一回事 就是我们可能会有什么有机的知识分子 会找某个历史的moment 那它就可以有一些突破的破口 我事实上比较倾向从这个角度 因为我自己过去也参与一些社会运动 我就觉得我都会有一点点希望 就好像白子革命好了 白子革命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些人 一开始他可能撞到了某种的可能性 但是后来 这个最近也又开始去抓捕了这些 这些举白子参与革命的这些人 那当然你从某个角度来讲 他可能是失败的 但你也可以讲是成功 他可能就这个新冠疫情 风控的这种做法可能不一样 那变得比较好还是不好 这个其实又很难讲 那可是他会让很多人看到说 原来我做这些事情 他是有可能去做某种的改变 但是如果都没有人去做这些事情 或是我们都不对这个东西抱持的希望 会不会就完全没有任何的改变的可能性呢 作为一个人类 人类的重点就是要对未来产生希望 产生一些希望 对但我要去讲的是 就是去讲希望这件事情 你当然是要怀抱 而且你必须要去肯认这些 这样才能够活得下去 开始革命的时候 我其实就有讲说 其实对我来说 就是这些愿意行动的人 真的是无论如何 不管他成功或失败 大家都要尊敬他们 因为你要知道在那个环境 你根本就知道你一出来 你就是会被知道 就是你没有办法做任何隐藏 所以在中共 你要现在不用到中共 我们这个GPS赢那个 我们也是会泄露 对不对 就是我觉得他们有十足的勇气 光是这一点 就是这个在台湾告诉我 军众是完全不一样的档极 对就是他们真的是抱持的会被抓 然后就是会有某种牺牲而出来的 那即使如此 他都还愿意去发出一点声音 因为我之前就跟管老师说 我觉得他们可能是要用自己的这个方式来告诉大家说 今天中国的政权 中共政权就是长这个样子的 就是这样就是去审查跟镇压我们 对那某种程度是一种 就是一个证明的嘛 证明这一点 那即使如此我都觉得还是可贵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看事情好像不能看成功或失败 对对对真的 对你就是要全部 我觉得因为现在媒体被封锁 而且大家其实训练太大 我一直觉得其实全中国太大了 搞不好就是有零零三三的这种抗争 而我们不知道而已 对对就是他讯息出不来 对那这些东西 虽然我们看不到不代表他不存在 或者是在海外 可能还是有一些一些运作 但我们目前不知道 我不能说他如何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评价 以成功失败来评价他们 可是还是要说就是 因为在这本书里面也提到很多异议分子 他就算是被中国镇压 或被审查 他们还是继续在做嘛 他也没有在怕 对就了不起就是被你抓进去关而已 对那就是他们还是继续发生 因为你还是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否则就是完全没有人 会去就是反正就 诶这样我讲好像有点难听 我觉得这样就会变成 就是出征的 对但是到底有多少效果 可能也不是我们可以去说 甚至我们某种程度上 也不不太适合成为一个摇旗呐喊的 我是鼓励他冲冲冲冲 对我觉得有时候对有点 对我觉得这个很 有时候常常就说 啊你们应该要怎么怎么样 我想说天哪 你不是在现场的人 我前两天听那个中国的调查记者 然后他跑到 他事实上已经现在在日本 然后他就是他提到白子革命 我觉得蛮好玩 他说白子革命有很多人 他其实就是 这个人叫做王志安啊 就是他有一个博客叫王菊拍案 他有一个podcast 然后他里面提到说白子革命 其实很多人都在消费白子革命 就所谓消费白子革命就是说 啊你看嘛 这些人应该怎么让我干嘛 继续冲啊或者是怎么样 但他就说一句话我觉得蛮有道理 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些所谓的鼓励大家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都不是在现场的人 那我们不是在现场的人 如果因为这件事情 你去责难他就觉得莫名其妙 那如果去做某种期待在上面 那他承受的后果 你到底是你要承担还是他要承担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常常在局外人 在看一个地方在做革命的时候 在做一些运动的时候 包括反送中的时候 当然我几乎每天都爱看 我每天都非常的焦虑 可是我几乎不会公开说 你们接下来应该要干嘛 我觉得非常的莫名其妙 对啊胖皇带那时候也有类似的这个发言 对吗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嗯 对 我请要提到我一个观察 就是我觉得还蛮微妙 因为是白纸革命嘛 他其实中国不是会用各种文字的审查 然后去审查你的言论 你是不是 就是有思想犯或犯罪 那所以他干脆就拿一个白纸 那我觉得蛮有趣的 就是以前就是中共文革啊 或是什么各种其实写标语 所以当习近平上台的时候 其实北京啊 其他城市我有点不太确定 但我印象中北京城就是充满了各种 就是共产党式的标语 就是中国共的那个标语 然后我那时候心里想说都什么时代了 都是网络时代了 你还在整个城市在那边给我贴那个标语 我就觉得很糟 可是后来当那个 诶是四通桥吗 还是那个数字 对四通桥跟厕所革命 出现就是大家也在那边喷漆啊 涂鸦或是拉布条的时候 那个文字的东西就是在 去对抗那个共产党的那个意识形态的 那个标语式的东西竟然出来 这时候你的文字你的力量 其实不存在这个数位科技里面 就是我没有 我让你没有机会去删我的 就是他不是有一些关键字可以 对 我的信或是 就是立刻让你删掉 我让你没有机会 我就是我只要拉大字报 或是我写那个 就终究有一个人会看到 对 就是他可以看很短 谁说已经传播出去 然后可能不断的转传 不断的转发 对 所以我那时候觉得还蛮微妙 是我们以前会相信网络的那个传播力量 就是网络科技的传播力量是比较快 可是在中国就大家开始意识到 因为你可能设了某几个关键字 像六四你就是不能提吗 就是在你PO出去的那一刹那 根本他就灰飞烟 因为我常在微博玩这个 就是还没出去你就灰飞烟灭了 那我要怎么对抗你呢 我只好回到最原始传统的方法 就大字报 用真的实体的文字来去对抗你的网络的审查 所以我觉得就是观察 就是中国社会现在在发生的事情 有很多很有趣的细节跟点可以 就是去探索一下 我觉得其实现在也可以看到 像李老师不是李老师的这个Twitter 或者是大翻译运动 大翻译运动也是另外非常有趣的事情 就是说好那我就用不同的语言 我就用不同的方式 我就用不同的这种文字的结构 让它去产生新的流通的机会 他大翻译运动 我就是想到那个胡子白老师 辉哥李元辉 我记得他有一次在上课的时候 我不知道我没有记住 他说他跟我说 他上课上说为什么韩国会用那个圈圈啊 然后那些方形的文字啊 他说就是因为当时好像是要对抗日本啊 还是对抗哪一个族群啊 那就是他们会去控制他 所以他们就找了一个非常 不太大家知道的一种文字的方式 然后就是现在我们看到韩国的 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唬烂啊 就是圈圈啊 然后方形啊 各式各样的符号 然后就变成一种新的流通语言 这个就有点像那个八月十五沙打指 然后藏在那个月饼里面的那种概念事件 就是说他会有某种的出口 这个出口是我们想象不到 那这个是人类的这种创意 或是一种求生意志的这种发挥吧 嗯 对对 5月35号制在这里 对对 好那这边有一个朋友 妮娜也是我们非常忠实的 几乎每一场都参加跟提问的一位朋友 他提到说 可以说中国正在执行的是历史上面 从未有过的全面监控和全面洗脑吗 想象起来透过人民互相监控的力量就非常大了 真的很难想象要怎么有机会突破独裁的状况呢 就是有这种机会吗 很难 就是我以前我就看因为我一次研究那个威权同志的嘛 对所以我才刚从东欧回来 我那时候就觉得他那个就是可以疏研解体 就是稍微被松动加上台湾可以解研 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到最后就是你人的力量已经挡不住 那个改变的力量 就是那所谓的监控到最后都有点松动了 就是你开始觉得 例如说党外语言一直出来的时候 你抓不胜抓 你就到最后你就放掉放掉 因为你没有办法全面的去控制他的时候 那个就会被冲破了 对可是我觉得用科技这个这件事情 比人还难因为人还有人性 我有时候可能会想要像那个窃听风报 我想要同情你偷偷放你一马 对但科技这件事情就是 如果你锁定了几个关键字 或是你已经就是生活被全面控制了 你必须要用微信要用支付宝的那个状态下 你说他到底要怎么突破 除非科技也是有人性 不然我才跟我之前一直跟葛文老师说 其实我还蛮悲观的 因为他就是很贱的用这一套技术 在做监控 而且他的那个严密程度 其实是还蛮严谨的 他还有那个什么社会信用评比系统 天网 天网据说啦 我刚才报道 据说可以一秒辨识出14亿人的脸 对如果他可以这么快速的利用AI这个技术 然后他甚至在新疆就新疆的集中营就甚至把他变成一个新媒体监控的实验场 不断的就是变化 演算改进他的方法 我就觉得对我来说 那真的就是很恐怖 所以请容我再回到这本书 这本书其实作者 我说嘛 他其实要提醒西方社会 是你不要去看到中国有什么很进步的东西 你就很羡慕 对就不要马上就说好像人家有 也要有啦 对人家有行动支付 我也要行动支付之类的 就是你要去看看他后面产生的效果是什么 那是你要的吗 对他的风险或是他的危险是什么 是你要的吗 对所以他其实不断的用这些细节来告诉你说 其实那个很危险性很大 那中国今天就是在扩 而且他也不怕说你说他独裁 他就是要去证明 他这一套技术可以充分应用在政治治理上面 他就是要去证明这一点 所以我没有太大 我跟管老师说 今天除非有一个新的政权 他是开放开明 开放开明 至少在习的人内我是没有认为的 不过也是有人说习近平总是会死掉嘛 对啊 就是他可能在做个八年 对啊 对啊 不过我一直觉得这样的事情哦 嗯 我没有那么的科技乐观主义啦 我就是从头就不是一个科技乐观主义者 因为我一直觉得那个背后的政治经济的力量 就我们当然学政治经济学 就是他就是会去操控这些东西 然后他只是一开始不熟悉 或是看不起你 然后让你有生存的空间 之后他一旦熟悉 他就会严密的去控制他 然后他会发展更厉害的技术 就是从人类的历史发展 其实也都是如此 所以像Kiddens在以前在谈到说这种所谓的 他以前在谈监控社会嘛 他就说为什么 为什么有很多户口民部 我们现在都还去做户口普查 就是当国家去掌握你的资讯越多 他就越容易控制你 所以我也不太会觉得说 会是从这个技术上面去突破 但是我也没有那么的悲观 就是例如说人的组成 或者人会产生什么样的状况 其实人还是会有很多的变通 人还是有变很多的可能性 例如说好像过去在08年到12年之间 这些维权的人士 他们其实就会用快散的方式 然后他们可能就不会是一种 有组织的模式 他们可能就会突然间在某地方出现 那他开始赶快拍照 拍照之后就赶快传奏 那当然现在这套事情不通 可是在那个阶段 他的确是有点让大家追着跑 或者他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去应变 另外我觉得可能都是在于 我觉得很大部分就是内报啦 就是在这个政权内部 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这个其实有时候不是那个底层 底层可能是一个 一种加压器 或是某种的找到缝隙 但当然很重要的是 你要去找到那个高层的缝隙 这个内报的缝隙是在哪里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 不是一般人可以做 而是他必须有运气 或是要做一种长期的分析跟评估 他才有可能 那另外就是国际之间的力量 他有没有可能成为一种施压的力量 所以纯粹的从技术角度 我觉得我也没有那么乐观 但是如果有其他的这个 因为他就是一个政治经济的因素 如果这个政治的问题政治解决 那他政治他怎么去处理 我觉得他也许还有一些可能性 好那这里有提到 这个有一位朋友提到说 许多人说这次选举国民党 国民党大胜的主因是因为认知作战 两位觉得如何呢 又政府是否可能处理认知作战 或是无能为力呢 OK好那这本书跟我们这本 这个题目跟我们有一点点的关系 也是在认知作战的部分 阿婆我们有什么想法 我吗 我没有觉得有直接关系 对 你说国民党大胜跟认知作战 没有直接关系 对呀 因为如果 我觉得如果 就是我觉得 像上次总统大学这个态势 就非常明显 其实是反送中一斗 轰抬起来的危机感 就是在地方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太 太太不认识政治了 可是我的概念里面就是地方政治 其实它跟地方派系或是一些那个比较有关系 就是你要上升到这么高的就是认知战的层次 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可能有影响 可是因为不是我专业对 所以我我看不出来 我自己的感觉不是 对对对 但与专家会有其他的意见 那那你觉得他有另外一个问题说政府是否可能去处理这种认知作战或是无能为力呢 我个人的态度其实一直以来都是这样 就是呃我不太赞成就是任何政府对于言论或资讯做任何的口致 嗯对所以因为我觉得那条线非常的微妙 对就是如果我今天政府政权觉得这个是只要你往朝哪个方向讨论或是某个方向走就有可能是假消息或是认知战 我就去抵制他的时候这是不是某种程度去干预了就是言论自由或是思想自由 就是这条线到底要怎么抓政府有这个权利因为只有独裁国家才会去做这件事情 你看美国那是骂穿人或什么 他就是他这样子骂来骂去 他们还是就是让他自己内部去产生辩论去做判断 对可是当一个政权去拉出一条线 例如说你不能说台独台独就是认知作战 那你把这条线拿出来其实你就是干预了某些人的思想或是他意识形态的自由 所以我对于就是政府去干预到思想或语言言语言相关的东西我都会是一个保留台独 嗯嗯这部分我也是相对之下比较保留 因为我觉得认知作战的目的不尽然是要去形塑或是改变你的认知 认知作战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让你吵不停 对就是让你的内部没有办法好好的去面对问题 然后让你彼此之间不信任 我觉得这是一个认知作战我们会看到 就是在很多的研究当中都告诉我们 就是为什么这些假新闻是可以这种长驱直路的假新闻最容易滋生的地方就是在同文城 那我们就要去想说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同文城这件事情 那当我们开始做某种的管制 如果我不我应该想说我并没有完全反对管制 可是这种管制的方式如果没有做好 那会不会让同文城是更为紧密的而会造成更大的冲突 我觉得这个是在很多的认知作战里面 例如说我常举例我在演讲中常说 我说平常你会去投国民党的 平常会看这个中国时报举手会有一批人举手 然后会看自由时报举手会有另外一批人举手 你平常去看中天跟TPBS的人请举手 刚看中国时报就举手了 那你会看三立跟民事的请举手 刚看自由时报就举手 然后你就问他说投票投给谁 那其实那个蓝绿是很清楚的 那你就问他说那到底哪一家媒体最客观中立 哪一个媒体最喜欢报道真相 蓝的一定不会跟你讲说是三明治媒体 然后绿的也不会跟你讲说是中天跟这个 这个所谓TPBS 但是真相只有一个嘛对不对 真实可能就是一个 那所以那到底是那个媒体的问题而已呢 还是我们本身的认知已经建立了某种的 对于资讯理解的能力 那所以这个就会变成是在处理这种问题的时候 他得要格外的小心一部分是刚刚谈到言论自由的问题 另外一部分就是如果没有处理好他事实上会造成更大的内部冲突 而这种极权者他其实就是要让你冲突 就让你分裂就是我最好控制你的方法 让你彼此不信任就是我最好控制你的方法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得要格外谨慎跟小心的 好那 尼娜有在提出一个问 她说两位老师觉得目前各国和各个社群平台都会对于封锁 关于COVID-19的假消息 这件事情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就是有关COVID-19的假消息 但是其实封锁也不只是COVID-19啦 对不对 还有其他的假消息可能也都会有这种方法 这是一个很难的题目 对啊 因为其实我有点不太确定他自己有COVID-19 因为我常常贴一些政治或什么的新闻我也被封锁 对我有点不太知道就各个平台他怎么去判断这是假消息 或是这是一个不当言论还是什么 因为我常常也觉得莫名其妙就是我的东西到底是为什么 就在脸书上就不见了 对所以这个看法我才会说这个到底他的规则 或是那个界限或那原则到底是什么 谁去判断这是真的假的 或是谁去觉得这是种族歧视这是暴力 或是假设我我就是很讨厌就是支持国民党的 所以只要有国民党我就去监局 支持国民党我就去监局 对那这是一个就是是一个标准嘛 所以我常常就会觉得我我自己到现在都还无法去适应这种 就是什么到底是标准的正确的假的真的 的这个因为我常常看到新闻我也觉得都是假的 我觉得自由时报联合报的新闻也是假的 那谁要告诉我就是我觉得不正确啦 对那东西我也不会就是去判断它是假新闻 或是就是就是你好像就是大家都会有一个 是觉得他是真的还是假的可是到底谁要去觉得那是假的 的由谁来去规范我到现在都还搞不清楚就是各个媒体 平台他的标准是什么所以这问题我不好答我只是不喜欢 对因为我自己也觉得我转一个无关紧要的政治新闻 我也就是被说是就是被被移除或被封锁我也觉得莫名其调对对对 嗯嗯我举个例子就是当然现在可能会比较不一样 我记得在有一次大概三四年前Facebook曾经找一些人包括我 然后有在谈说要该到底怎么去做规范这件事情 那我就我的说法跟你跟很像我说很多东西你很难去做一个很明确的规范 那当然我不是说当然有些东西应该讲说台湾既有的法律当中就有很多是对假消息的规范 例如说跟农业有关的法律跟甚至在这个广播电视法规当中 例如说中天为什么会被没有办法换造的部分的一个理由就是跟假消息 就是他没有做好做好查证的原则是有关的 或者是我很讨厌的社会秩序维护法里面也都有所谓对谣言的规范 所以在台湾现有法律其实就已经有很多对谣言的规范 只是说他怎么去处理或者是处理的程序是什么 例如说我们的就医机管道是什么 或者说还是一个纯粹的行政法律 这个其实是要更严肃的讨厌 因为像社会秩序维护法 他其实就会非常的有点 就是只要人家觉得你是谣言 就是我现在在讲话 然后只要有人说我是谣言 然后警察就有可能要约谈我 那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莫名其妙的事情 那这个就是一个在法律当中我们要很大 要管得很严都可以管得很严 虽然它的罚则很低 可是它绝对会造成很多的困扰 那所以这个东西有一部分是它真的不是很容易判断 一部分是一个你认知的问题 有一部分就算是事实在台湾的法律当中 其实也有我觉得蛮多的 那够不够是可以讨论 那我刚刚讲说我在Facebook那一次的讨论当中 我就举一个例子 我就说就是我应该记得之前艾晓明老师 他有去声援这个应该是海燕吧 就是有一个学生 一个女生被校长性侵 那他们就是有几个女权运动者 他们就是裸上身 包括艾晓明也是裸上身 然后他就在胸部上面就写字 好像就是如果你要上的话就来上 我就是说有点去抗议这件事情 那我转贴艾晓明的这张照片 结果我就被疯了 我就被阻了 那我就说 你为什么要阻我 我在谈的是一件正义的事情 我在谈的是一个对于中国的这种 集权或是在一个性别暴力的一种 要去告诉他 跟me too是一样的嘛 那只是他露点 那因为他的抗议的行动就是露点 我当时他忠实就是 我还要帮艾晓明打马赛克嘛 这也蛮奇怪的 然后我就问他说 那为什么要说 他说他其实也不知道 因为他们讲就是 他们的规范就是在当时 现在也许有一些改变 就是好露点 那他就按照那个概来去做 可是那个露点这件事情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不是他们有能力去管的 就是说每个国家 每个地区 他有他自己的独特的历史背景 有他独特的政治的环境 他没有办法去完全的去做管制跟规范 所以他们后来也想要在台湾 在每个国家每个地区 去找当地人去做这种协助 但是我觉得也很难有这种神圣的人 去做这些全蓝的这种判断 好那这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大家好 老师们感觉在白子革命后 那条红线有改变 或做出怎么样的改变吗 那尤其是网路上面的资讯控管 毕竟有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这种海外平台 让大家可以翻墙去了解中国的国内的状况 就是那条红线有改变吗 或是有机会改变吗 其实我当然是要说有机会改变 我们刚刚有一个实际的 意思就是也疯了 那疯控就被改变了 就是他还是有 虽然他不发抑郁 他没有做任何声明 没有道歉没有什么 那他就是在行动上改变 那翻墙这件事情其实一直都在 所以这才会是一些什么 亚洲自由广播电台啊 或是乱传媒啊 这些其实面向中国大陆的一些调查报道 都还可以存在的原因 就是只要里面 欸鲁迅还是谁 反正只要有一道光 只要有人对那道光 想要他想要出来 你就永远有可能 欸这好像柏拉图 反正就是有一种改变的可能 就是那种 我最近常常就是 不是最近 就这几年在帮Matters 就是做一些非虚构的评审 我看到就是投稿踊跃的那些 像些非虚构的 其实很大一部分 就是他看到了什么 他想要透过一个途径 你知道就是只要在海外 我有机会就是把里面东西写出来 有一个管道发表给大家看到 所以他们就是中国的朋友 就是投稿非常踊跃 那我自己以前在大学教的学生 有几个陆生也是 就是借着这个机会想要去说 我们不能说就是他作品 到底能不能够被真正看到 可是我觉得那个企图心 其实都是一直 就是人类的智慧 就是都一直存在 所以你要说就是 所以才会有老师刚刚讲的 那个就是媒体人在海外 我不管什么 利用YouTube 或是其实维权律师 然后王丹这些人 就民运人士都还是一直一直在唱 这些都还是在 然后里面有人愿意翻墙出来 或者是他透过国 在国外旅行的时候 就是可能看一下脸书 或是看一下纽约时报 对这样才就是你就有机会 可是再回到这本书 因为今天要讲 这本书其实有讲说 中共比较 不能说可恶 就是让人感到害怕 是他透过教育 让你连求知欲都没有 就即使让你有翻墙 让你看到纽约时报的机会 你也一点兴趣都没有 你上脸书其实是为了 这个是最可怕 我觉得在这一段里面谈 我觉得蛮可怕的地方 对这很可怕 其实是让你脑袋不动了 我觉得这比你 就是什么严厉封锁 你知道有时候就像大雨治水 你去堵他 他可能那个水 要冲破的那个 水压还更大 可是当这些水连动都不动的时候 我觉得那才是最可怕的 所以现在一方面是就是中国内部的一些洗脑教育或某种教育 它是让你是不能够思考的 那我觉得这件事还很可怕 只要有人愿意思考 有人愿意翻墙 有人愿意就是出国 然后趁着出国机会看一些什么 我都觉得是一个改变的可能 嗯就是只要能够有机会 连外这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包括台湾很多的异议人士 他以前也是中正的国民党党员 但是他一旦拿了中山奖学金到国外读书之后 他就会突然间成为海外的黑名单 就是那个就是变虚 就像刚刚谈到有某种的刺激 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中国的学生 特别是在香港的中国学生 他们其实他们当然不可能公开的去做某种的反对 可是他们在反送中文运动当中 他可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 或是某种的资源性的这种力量 但是我觉得这本书里面还有一个 跟这个类似 但是我觉得可能更可怕 就是说大家都每天都想着发大财 就是每天都在这个娱乐当中 每天就是娱乐致死 爽到死为止这种状态里面 所以他可能不想的原因 不是他被禁锢了 不是他被封闭了 而是他在沉浸在某种 他觉得人生里面已经非常喜悦跟快乐 跟满足的状态 我觉得这可能是这本书 另外一个提醒我们的地方 直接躺屁 对 好 谢谢阿波 阿波有没有最后跟我们再做一些分享的吗 没有 大家还是要知道 好 这本书真的是蛮 我觉得蛮显显易懂 然后很好读 那有一些 可能有些观点你都知道 但是我觉得他有很多 就像我们刚刚谈到 他会从一个理论的思辨 或是从一个古今对照的过程 来做一些讨论 那当然就像阿波一直提到说 他事实上是在对于西方国家 或是对某种的对中国充满的想象的人的一些提醒 当然不是说一定是反中 或是中国一定不好 而是提醒 就是他可能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好 或者说我们在想象他这么美好的同时 有些的部分 特别是监控的部分 特别是人权的部分 也是我们要同时去关注的 就是不管你的立场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民主社会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跟看法 但是不是那种单面向的这种厌恶 或是单面向的这种期待 那可能要多元的思考跟思辨 好 那谢谢阿波 也谢谢大家的今天的这个参与